我在這邊祝福所有的母親 都母親節快樂 祝福你們身體健康 其實我是昨天來這邊擦花 因為我每個禮拜都來這邊擦花 那擦花的過程的時候 我就看到那個玉佛節 那聽到那個佛歌 其實我淚流滿面 我真的很想念我的母親 但是我真的就是 從來擦花也沒有這麼哭過 我就一直流眼淚 然後我就跟我母親講說 我知道你在我旁邊 但是你總得要讓我把這花擦好來 那你就看我擦花 然後當我把花全部擦完的時候 我到會客室 那師父說有人找我 我進去的時候 我就看見我母親出來了 我母親就看我在擦花 她就跟我講說 我說我很想念妳 她說她也很想我 然後就有一個姻緣 馬醫師說 英科明天你來講 那喜坤先生說你也可以 後來我母親就說 你講給大家聽 因為生前我就很 對我母親的話我都很尊敬 我想那時候的要求 我更是說給她聽 所以今天我站在這邊 其實在學習佛法的路上就如師父講的 其實我的根基不好 我沒有來上課 因為工作上我沒有辦法向大家這麼精進 所以在其他的時間上 我比較專注在我的日常生活 我常常那天我跟師父講說 其實我每一天都在遇佛 他說為什麼 我說因為我的客戶就是一尊佛 因為每一次的行情種種 白白種種的人都不同 每一個人個性都不同 所以我每一個客戶到我面前 他就是一尊佛 他有時候是情緒不好 我就像遇佛節這樣 一教教 慢慢教洗滅他 然後就與他相處 所以師父說原來是這樣子 但是我覺得學習佛法 他必須什麼 培養智慧 那培養智慧之後呢 我們才能夠發現我們的問題 那發現問題之後 我們才能夠去實踐 去證實他的佛法的價值 所以在我學習佛法當中 我覺得說人生的過程當中 就是不斷的經歷很多事情 然後在每一次的風景當中 我們為了世間法的名與利 所以錯過了很多 欣賞風景的機會 那造成我們跟很多的東西 都失去了教會的地方 所以我常常在想說 那個榮華的 榮華的背後的故事 是荒涼的 那荒涼的背後是榮華 所以我們很愚昧的一直在追求 世間法的一些事情 所以我來這邊學習佛法的時候 我慢慢的了解 其實學習佛法 最大的意義在於什麼 你在生活法門上 你遇到任何事情的時候 就是借鏡修心 你不可以有任何的情緒 因為一個人身上長滿了情 那個情緒的話 他就是一個不如意了 不如意的話 你身上就不會產生如意數 所以你就很多時候的時候 你就會什麼 憎恨 憎恨心意來的話 那全部都毀掉了 常常聽人家說 火燒功德靈 就這樣一下就燒光了 所以學習佛法當中 我們透過這樣的學習 在這樣的極光寺 這樣的環境當中 其實生活法門是很重要 遇到任何不如意的事情 其實先放下 然後先深呼吸 然後告訴自己 有沒有辦法解決 假如有的話 那常常聽說 有佛法就是有辦法 那就姑且先停下來 然後仔細觀看所有周遭人 那另外遇到 有遇到需要你幫忙的人 你要什麼 用不期而遇的方式 跟他相遇 而不是大喇喇跟他講說 我來幫你 其實有時候 有些人他就不喜歡 人家這樣直接跟他講 但是佛法裡面就告訴我們 要產生大智慧 然後要產生大自在 所以讓任何人跟你相處 你都能夠自自在在的 所以有一次 我到一個骨坑 幫一個客人服務 那個老太太 她就看到我們去 她好像是孩子 在外地很少回來 她看到我們去的時候 她就好像說 看到自己的孩子回來 她問我說 小姐妳吃飯了嗎 我說我還沒吃 她煮給妳吃好不好 我就看她那個樣表情 我說好啊 她就煮 煮好的時候 她把那個菜籃子一打開 我就看到好幾碟 是那個有汆燙過 已經熱了好幾天的菜 我也沒說話 我的服務人員 我的服務人員就一起吃 那我就只把那其他的菜吃完 那個老太太就說 那個我炒的新鮮的菜 妳怎麼沒有吃 妳有沒有吃我那好幾天的菜 我剛才說妳一個人在這邊生活 妳的孩子都在北部 妳一天到晚都吃這個 一直汆燙的菜 它是有細菌的 假如妳現在身體不照顧好的話 妳的孩子 將會為妳這個身體 付出很大的代價 所以妳現在開始一個人 妳要煮東西 少許的煮 少許的吃 那這幾盤菜 我就先把妳處理掉了 妳就不要再吃那種燙過的東西 我有時候在想說 其實我們常常一個小動作 可以阻止很多的災難發生 不要輕忽妳一個小動作 妳一個關愛 還有慈愛的眼神 那妳就會幫到人家 溫暖人家 所以我常常在言語上 我希望跟菩薩講說 希望賜給我善語 發自內心善良的話去撫慰人心 讓這個善語能夠延續下去 幫助更需要幫助的人 所以學習佛法來說 讓我很沉澱自己 那佛法妳的意思就是 把自己的心沉澱下來 把自己的初心找回來 然後再實踐佛法的真理 所以我常常跟客戶 我的客戶有的 也是非常的有個性的客戶 那後來相處一段時間之後 他就跟我講說 妳為何可以容忍我的脾氣 我說不是 我是用菩薩的態度跟你相處 我用我的菩薩態度跟你相處 我說一切的無愛 所以有時候就是 學習佛法的時候 就是要在妳日常生活上 很衝動的時候 他就會射受妳 妳就想不可以生氣 不可以發脾氣 因為這樣會傷害到別人 不是自己 最大是傷害到別人的心理 因為妳傷到人的心 妳看不到有多深 妳說割傷了就流血 這差個樣 但是妳傷到人家的心的時候 妳不知道有多深 所以 我在學習佛法上 我是常常在我的日常生活上 那前兩天 我到一個地方去做 我是做流理台的 我去幫他規劃 規劃的時候 對方是比較 叫我植很強的 那他就跟我講說 他怎麼 這個地方要做什麼 那個地方要做什麼 後來我跟他講說 你在整理這個房子裡面當中 你必須要有三個條件在那邊 不是通通都是妳的 妳要規劃三個地方 因為他就跟我講 那什麼三個地方 我說 妳要規劃妳自己喜歡的地方 還有規劃一個妳先生喜歡的地方 還有規劃一個 懷念妳過往的親人 因為我在看她牆壁上 掛滿了她婆婆的畫作 她就跟我講說 那個不好看 我說好不好看是其次 那個心意 後來她聽我建議 我說妳那走廊上 一定要做一個畫廊 專屬於一個妳婆婆的畫廊 妳先生一定會看到這個動作 一定倍加感動 因為妳開始懷念婆婆 然後妳開始把她想要的東西 融入在生活上 那昨天她就是照我們的方式去做 她第一通電話跟我講說 我就真的做一個畫廊 全擺了我婆婆的畫 我的先生分外的高興 我說對啊 我說幸福已經離妳不遠了 妳將會很幸福 所以我們在做什麼事情的時候 不是妳喜歡 不是妳要 是我們給的東西是別人要的嗎 所以有時候 我們說話常常都說給自己聽 但是說話是要說給別人聽 但絕大部分 所有的話語 都是我們自己聽得懂的話語 然後我們也不會憋住氣說 今天這個不高興 就善巧的讓過也不會 就馬上隨心所欲 然後就脫口就去說人家 所以這時候人家就受了很大的傷害 所以我在想說 學習佛法真正目的是讓什麼 調性 調你的個性 調你過往的習性 那這個時候調好的時候 你周遭的人會因為你幸福 因為你少罵人家一句 人家就心寬一次 少講一次不好聽話 人家都高興一次 所以這個是有累積的 所以我常常跟菩薩講說 每一天讓我行小善 行小善 為什麼 因為行小善當中 你就會一直滋潤 滋潤自己心裡 滋潤別人心裡 那一切都會朝向美好的狀況前進 所以學佛法還有一個重點就是什麼 洞察人性 你要知道這個人性 就像現在我在那個地方 有的在我45度看到我 有的在180度 有的在360度 每一個狀況 看我的狀況都不一樣 但是 那說穿了 那你真正看是什麼 用心裡看的時候 全部都一樣 它沒有不好的 但是你用角度去看的話 你整個人看人的角度 完全都會走一樣 但是你用你的心去看 它一切都是在360當中 圓滿呈現在我們面前 所以我今天的分享就到此 謝謝